一边希望涉子岛加速开发 而另一边控诉蓝白开推土机 碾压涉子岛 涉子岛开发案争议已经数十年 如今卡在内政部核定 区断征收计划这一关 回回近两年 土地征收专案小组再度开会 邀请北市府派人报告 只是会议还没开始 场外就先开展 台北市政府配合建商财团 要来区断征收设子岛 从客问这时期到现在的讲话时期 他们都只跟相同意见者沟通 台北市场选举支票上 总是有设子岛的发展 这一条江市府接手后说要沟通协调 不过迟迟没看到进展 地方上正反两方 好不容易再度坐下来开会 又吵成一团 今天开这个会是给当地的 住在那边的人来参加这些代表 你会不会让人家笑 你咬得很疼的啊 社子岛受了75年的委屈 如果你晚上8点之后到社子岛一看 像个鬼岛一样 它连个基本的卫生下水道都没有 我希望内政部 这个刘部长 你们能够谨慎的处理 立委王世坚在立法院议场直询台上 积极为选区发声 看看曾经的邻居现在却撕破脸 社子岛的开发如何兼顾居住正义 让所有居民都满意 成为政府难题 明星维权人掩开台北报道